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俠子思片 我是俠子不仁 今集就講一個比較特別的方法去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突然之間的害怕恐懼感出現的時候 究竟我們如何化解得到 例如去過鬼屋 看過鬼片 去過一些比較陰森的地方 遇到一些比較恐怖的長片 又或者回到家後 坐升降機又怕 走走廊又怕 入屋 吃光燈又怕 在那個時候可以做些什麼去舒緩一下自己的情緒 在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按訂閱 關掉小鈴鐺 有什麼最新的思編資訊 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開始說了 在我小時候 我都會看很多不同的鬼片 又或者是恐怖片 一些比較血腥的場面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理會我 我喜歡看什麼都看什麼 看完之後 晚上進房間之後 都會覺得差一片很害怕 又或者是沒有燈的 一會有鬼來襲怎麼辦 又或者會不會突然之間有人來捅我幾多 這些思緒在腦部裡面出現 令到我自己很害怕 在那個時刻 我從小時候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我都會有這個步驟出現 是幫到我現在日子或者日後 都是非常有作用 所以這次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非常簡單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在小時候 或者任何一個階段 經歷的時候 有看過一些很開心的影片 又或者令你一記得 頭一兩個音 就會記得整首歌的一些歌曲 又或者一些畫面 你一想像就會遇到很愉快的情緒 又或者很快樂的感覺 就會在你的思想裡面出現了 會會心微笑一刻 我自己在小時候 十一二點的時候 在無線電視上 就會常常播這個六五珠 然後它的片頭畫面 當然有它的主題曲 然後有超級殺人 由黑色頭髮變金色頭髮 然後有龜波氣功 然後有吳飯 捅起來 我都忘記了 是元氣彈 是元氣彈 然後它那首歌 你記住這句 當我每一次到晚上關燈 又或者當我恐懼的時候 出現的時間 基本上我腦內會馬上轉頻道 去到一件事 就是去到那首歌的畫面播出來 那我就會不停地循環 令到我自己的情緒 調節了 去了 那個畫面裡面 帶給我一個很熱血 很激動 又或者很開心的情緒 OK 接著到中學的時候 那我就有打籃球 然後拿了學界的冠軍 那我很記得的畫面是什麼呢 當我整個三分球入了 然後下一個進攻的回合 又入 然後第三個回合又入 然後到最後勝利的畫面 大家一起抱著很興奮地跳 很著弱的 一些非常深刻的畫面 然後我就不停地重溫 當我恐懼 當我失落的時候 我就回憶 拿回 是即時要拿出來 然後整個心情好像有點轉換了 然後到長大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 做保險公司的時候 拿了獎 然後拿獎的時候 開心的情況 然後全部人一起慶祝的畫面 那個時刻 也是非常深刻的 也是非常溫馨 開心 愉快的感覺 OK 那在說什麼呢 其實在我們恐懼的時候 如果你想擺脫一個恐懼 你就必須要有一些 令你開心 愉快 情緒轉換到的畫面 聲音 又或者是歌聲 令你即時可以做到一個心理調節 這樣做就可以令到 煞時之間的情緒和恐懼感 就暫緩了 變成開心快樂 又或者你覺得興奮的畫面 一個短期的接種方法 就可以令你忘記了一些恐懼的感覺 說到情緒的轉換 我們可以引用 這個亞德納心理學裡面的 《被討厭的勇氣》 書裡面其中有說一句 就是說你人的情緒反應 是真的可以即時轉換過來的 書裡面也會有印證到一件事 大家可能看到爸爸媽媽 她對著自己的小朋友 對著老師的感覺 是會立即轉換到一個反應 就是當女兒可能是說 打捨了玻璃 又或者不做功課 又或者做一些令到她不開心的事 然後她就會發火 她就會罵小朋友 你幹什麼 打破了東西 叫你溫書 叫你上床睡覺 然後有一通電話 打給家長 跟她說 你好我是陳小朋友的老師 然後家長可以有情緒180度的轉變 就是說 你好我是陳老師 我是陳小朋友的家長 你找我什麼事 整個態度的情緒 即時180度扭轉了 我們簡稱人就是變臉 變得很快 其實就是說 情緒可以即時轉換 是看你想不想這樣做 有些人喜歡一些恐怖的感覺 喜歡一些恐怖的情緒 所以他們很喜歡看鬼片 給到他們的快感和刺激感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 就會深入了那個感覺 就會帶到現實 看完那套片 都會覺得恐懼 覺得恐怖 又或者你走過樓梯的時候 之後都會聯想電影裡面的情節 所以就做到自己的心理情緒 又不是太平衡 所以用這個方法去講 去做 其實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今集最主要就是 跟大家講一些小小的 一些奇怪的技巧 如何可以令自己的心理情緒 立刻可以轉換過來 其實你遇到什麼事都好 當你想一些開心 興奮 令你高興正面情緒的 一些畫面 聲音 又或者是片段回憶 都可以令你 雜時之間感覺到幸福和快樂 今集時間就講到這裡 如果覺得這段影片 又或者這個方法OK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按訂閱和小鈴鐺 有什麼最新的思辨子場 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 今集時間就講到這裡 跟大家說先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就位